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This is YouTube Tab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題目是六四七題的 Palindromic substrings 回文的指字符串 given a string s, return the number of palindromic substrings in it 就是我們被給予一個字符串 它叫s 然後呢我們要返回 在這個字符串裡面的 具有回文的指字符串 好 那它就在解釋說 的數量 我們要算說裡面有多少 指字符串然後它是回文的 它在解釋說 a string is a palindrome when it reads the same backwards as forward 就是 palindrome是什麼 回文是什麼 就想說一個 字符串 它從前面讀到後面 跟從後面讀到前面 都是一樣的 那 substring是什麼呢 就是指 指字符串什麼呢 就是 a continuous 連續的 sequence 連續的序列 of characters within a string 在一個字符串中 它連續的一個序列 才是一個指字符串 如果它今天講的是subsequent 就是 序列的話它也可以是不連續的 但是我們這裡要求是連續的 這差別就在這裡 然後呢 那你可以看到說 example1它這裡的abc 它被算成是有三個 palindromic substring 原因是因為你可以把這個 母字符串拆分成abc 三個獨立的字符串 然後 它 然後 因為回文 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回文這樣 好 那如果是aa呢 那總共就會有六個 原因是因為這裡有解釋 因為有三個獨立的a 然後 aa本身 前面兩個a 跟後面兩個a 它就可以 都是連續的 序列嘛 也就是說 前面兩個a它是一個字 substring 然後後面兩個字也是substring 所以就是 三次獨立之外 然後另外再兩次 然後 我們還可以再把所有的a 變成是 算一次 所以總共是六次 好 那我們現在來演示代碼是 要怎麼寫 比如說 我們被給了一個字符串s 那我們一開始就是要算說 我們其實 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一開始我們要想 其實有兩種可能 其實一種它是 even length 就是 s它可能會 是偶數的長度 或者是它是一個 激數的長度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比如說我們的 result是0 我們要 我們 我們的 我習慣 把最後的答案變成是result 然後你就可以看說 i in range length of -1 然後 if s i 等於 s i加1 如果 兩個數是一樣的話 就是從 那你就可以知道 lab它是等於i 然後right 它是等於i加1 然後我們可以寫說 qui left 到了 不能小於0 然後如果小於0 你就結束這個 循環 然後right它不能小於 它一定要小於這個字母串的長度 然後呢 lab它要跟right是同樣的字母 它才有辦法就是說把你的數量加1嘛 然後如果 它是一個 phalendromic substring 代表說 它還可以繼續持續下去 所以我們在 incred 我們的left跟right的pointer 那left的pointer它就是 如果是從中間開始它就是往左邊走 那right的話它繼續往右邊走這樣 ok 然後呢 基本上 你可以 把這一整段都複製下來 因為 唯一需要改的就是 就是這裡 就是 如果你 right它也是i 因為如果是偶數的話它是從中間開始 那 嗯 等於是說 它是 就是 因為它是 奇數 所以它 它是從同一個字母開始 但是如果它是偶數的話 這個回文它就是 i跟i加1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return the result 好 稍等 那你就可以嘗試跑跑看 欸 ok 這個run answer 好 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 這個 你在改 左跟右的時候 你的s其實是 要比同一個 所以才會這樣 ok還是有問題 因為呢 這個run它 因為既然是同一個 你就不需要 多 預先 預留一個 它會超出的位置 就是說 你最後結束的時候 你的偶數 它 它會需要多有一個空間 不然它會 out of index error 如果你們要簡易的話 但是如果這裡 你就不需要簡易 如果是奇數 你就不需要簡易 好 然後所以它通過了 那它這個是 會是 on square的算法 就是複雜度 因為你從 你有一個for loop 然後你的for loop 裡面有一個while loop 所以它的時間複雜度是這樣 然後空間複雜度 我想應該是 就是constant吧 因為我們記錄的也只有這兩個指針 lab跟right 的這兩個變量 然後它們一直都持續在更新 那 基本上就是說 你的i 就是有點 其實是有點暴力級的感覺 就是你的i就是 是從中間 就是說 它是從第一 從 index0 當作是中間 然後index1 當作是中間 然後index2 當作是中間 然後 每一次當作是中間 它都會 有一個lab跟right 去展開 就去 像那個 去拓展說 它到底 有多少個substrain 然後到 一直算到就是說 從0開始所有可能的 substrain都算完之後 然後 然後之後 再從index1 開始去算 i等於1 去開始算說 它所有可能 以indexi等於1 為中心的所有的 substrain的可能 全部都 算出來 全部都加出來 然後再從 i等於2 i等於3 一次類推 它就是等於把 假設你今天的s是 even length 然後 我們以 i 為中心 去算 i到 n-1的 就0 0到n-1的所有的 可能性 然後這裡的話 就是假設說 你的s 它是偶數 它是奇數 然後去算 這樣子 OK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